赵雅芝穿古装游西湖,网友纷纷直呼,有种白娘子的既视感。 近日,知名演员赵雅芝在某社交平台更新了一则动态,并分享了一组在杭州西湖游玩的照片,引发了诸多网友的关注。 画面中,赵雅芝身穿一袭白色古装长裙,撑着一把白色的伞,旁边绿树成荫,春意盎然,风景甚好。 随着镜头的不断拉近,我们可以看到已经68岁的赵雅芝身材纤细,皮肤嫩滑白皙。 赵雅芝还时不时地切换不同的摆拍动作,散发着少女气息的同时又表现得风情满满,一颦一笑都显得特别迷人,让人有种梦回昔日白娘子的既视感。 因出演白娘子而红遍大江南北的赵雅芝,生活中也总少不了出现白娘子的因素。 闲不久之前,赵雅芝分享了一段自己在户外放风筝的视频,而赵雅芝所放风筝的图案还印着白娘子的卡通图案,真的是非常有意思。 作为一名知名演员,赵雅芝版的白娘子能够如此深入人心,足以证明赵雅芝对这一角色了解深度之高。 同时赵雅芝也不仅给观众带来新白娘子传奇这一部经典作品,其中无论在上海滩中扮演的敢爱敢恨的红澄澄,还是在细说乾隆中的金吴倩,都将这一角色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虽然近年来由赵雅芝出演的作品很少,但是能看到她在各个社交平台不断展现自己,相信粉丝们也非常喜爱赵雅芝。 该动态一出也是引得了许多网友的评论,纷纷说赵雅芝的白娘子打扮和散绝配,还说道,从前是你,后来是你,最终也是你,甚至有网友说道,赵雅芝是梦回西湖,可见赵雅芝版的白蛇传已经深入人心了。